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我听过女儿说 妈 加了车了 软薄 我心情特别的高兴 我今天早上七点 我就坐164 起来人家说是在这边 坐两栏地铁 我来一来 我要买七月份的 七月份我要回石家庄 所以寄趟车对我来说太适合了 晚上睡一夜觉软薄 七点多到石家庄买票还坐这个车 又坐到这个高铁站 太好了 实际你们没有加车的时候 我就想过这个事 我说为什么香港不加这个软薄 今天终于来了 有了这个车 我来一来搜搜十七年了 我来一来搜搜十七年 坐过飞机 坐飞机春秋航空 坐过24个小时 九路车到北京 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 我开始推翻到石家庄 这一趟车 我一看有石家庄 太好了 太高兴了 感谢政府给加这个车 今天是第一次开始卖今天的高铁 我和太太就回上海 昨晚看到一个报告很开心 我直通回上去 上来拿到我第二筹 这个 可以有鹅铺 即是年纪大 希望睡了 很快就去到 得飞机不方便 年纪大 你下了机后 还转很多驱车才回到家 所以看到这个车很开心 最低的鹅铺 它好像一千零多 因为现在中国的铁路很发达 周围有更多个飞机 贵一点点 如果七百多么八百多么 我们都觉得 都可以 我太太是北京人 那您本身呢 我本身是华侨 在北京念书工作 往了82年来到香港 直到现在 我终于旅游 周围走 以往是炸车 因为我要自己游 过车去深圳 所以基本上每年都 我开车去北京 开车 大概一个星期 因为我一路玩 一路上去 挺方便 很顺利买到飞 一走我到北京 七点钟就到北京 一路安全 一路舒服 始终我们年纪大了 可以安全回到北京 我在sir 大车 大车 大车